陆检警员性骚扰女司机事件持续发酵 吉隆坡总警长达多塞夫·阿兹里证实 这起案件并不涉及任何的诽谤成分 预料案件将在这个星期内完成调查报告 塞夫·阿兹里今天在首度出席官方活动之后 向媒体透露 涉案警员已经调离陆检小组 而警方也已经向所有涉案人员录取口供 包括当时的执勤警员 女司机录下的影片也会作为证据 她保证当局以公正而透明的态度调查案件 一旦完成报告将提呈总检察署 再采取下一步的行动